亲爱的,热爱的主演李线,早期参加综艺,曾被杨迪套路过一次,李线早前参加过一档综艺,和杨迪一起参加过生活相对论,不过在节目中老是被杨迪套路,在其中的一个片段中,杨迪让李线品尝一碗汤,还说味道非常的鲜美,希望李线能尝一口,李线也是非常配合地喝了一口,李线被杨迪套路,下一秒瞬间成了表情包,网友果断收藏。 2005年,一个名为枪族双杀的组合,模仿并恶搞了白蛇传的桥段,结果迅速爆红网络,杨迪的长相,有点丑,但又不是丑得要死的那种丑,用流行的话说,就是有特点,记得住,所以他的五官只要产生动作,就会给人一种过目不忘的回忆,在中国达人秀上,人送外号表情地,现在也依旧很受欢迎。